接下来登场的这组选手来自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 杨永超 唐飞瑶 表演曲目 倾国之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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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永超 唐飞尧 这段表演非常的精彩 两个人韵律感极强 而且表演的过程当中默契感十足 抛跳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 其实刚才他们表演自由滑的这个曲目呢 是来自电影马戏之王 是将马戏之王的三个曲子 进行了一个编排整合 那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 最后一首 这就是我 应该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在平昌冬奥会的表演滑过程当中呢 全体的运动员是在冰上呈现了 这段音乐 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今天两个人 在这首歌的表演 还是非常出色的 这个抛跳落地很稳 面传性的同步度也很高 本身拉索托举 本身拉索托举 换完三桌抛跳 它们的这个托举和抛跳 动作都做得更轻易 所以让你们帮你玩 啊 今晚会快点 我们打开 你开玩笑 我会感到想像 还想像我们在那里 帮你振动 就是你一朵 是你一朵 你是你一朵 我 你 我 你 时间 我们 前内螺旋线 身体的姿态很好 那在2019的花样滑冰式青赛呢 这对组合的断节目是排名了第四 不过由于他们自身的实力 跟这些世界的顶尖高手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自无华拼尽全力也只是拿到了108 然后排在了第四的位置 不过非常值得肯定的是 这两位小将呢是在 这次的比赛当中不断地突破自我 他们俩也是刚刚开始征战 成年组在 看一下他们最后的这个得分情况 自由化得分120.51排名第一 总分182.41当前排名第一 谢谢观看 lines